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你收听 神中科 效法主耶稣 7月6日的信息 今天的标题是 《跟随基督 打败敌人》 引用的圣经章节是 约1书2章16节 内容说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约1书2章16节 今天的信息是引用自 《原知灵的著作 及本家的妙言》 原文第209页至210页 他说 许多上帝的子民 被世俗的欲望所迷惑 他们正是用他们的行为 来否定自己的信仰 他们培养了对于金钱 房屋和田地的爱好 直到他们的身心和能力 完全被这些东西所吸引为止 连去爱主以及爱那些基督 为之替死之生命的心 也都消失了 这个世界的神 已经笼合了他们的眼睛 永恒的利益被放到次要的地位 他们竭尽他们的心力 累积属世的财富 为世俗一切忧虑和重担所累积 以直接违反了基督的命令 基督在《玛特福音》六章十九节说 不要为自己积赞财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 能收坏也有拆挖洞来偷 他们忘记了耶稣说过的话 只要积赞财保在天上 主耶稣这样说 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益处 因为存放在天上的财保是安全的 那里没有贼可以接近 也没有虫可以咬坏它 但是他们如果把财保存放在地上 他们的情感也就放在财保上面 耶稣基督曾经在旷野那里 遭遇到那个襲击人类的最大的试探 他和狡诈的囚敌孤军奋战 仍然是可以得到胜利 第一个大试探是关于食欲的 第二个就是关于权利的善治妄为 第三个就牵涉到是不是贪爱世界 那个摆在基督面前的 是世界的宝座和国度 以及它荣华富贵 但是撒旦带着熟世的尊荣 财富和人生的享乐 以极其有人的方式 对基督进行了迷惑和欺骗 他对耶稣基督说 在马太福音四章第九节那里说 你若苦福拜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基督就拒绝了搞诈的囚敌 获得了胜利 基督的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 他战胜了撒旦 说给我们知道 如何能够获得胜利 耶稣基督用圣经来抵制撒旦 他本来可以运用自己的神能 借助于他自己的话语来抵挡 但是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说 经上记作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上帝口里所作的一切话 基督徒如果研究和迅从圣经 就会得到抵御那个搞诈囚敌的力量 但是如果他忽略了上帝的道 灾祸和失败就会跟着就来了 以上的信息是引用 吸管家的缅言 原文第209至210页 多谢各位的收听 希望你明天继续收听 再会